請各位就是再拖拉一個按Ctrl鍵 就是拖拉左鍵按下Ctrl鍵 然後把它放開 把這個點兩下 把名稱把它改成叫VBA 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在這個面板裡面 做VBA的練習 但是它其實結果也會是跟這個一樣 只是說呢 程式是自己寫的 不是之前錄的 那另外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說 制定函數部分 制定函數我先demo給各位看 其實在底下 這個雲端上都有 Sub的話是按鈕 那如果Function的話 比如說我這邊有Function Enders Function 如果制定函數 其實程式不多 大概就這樣子 我把它先貼上 貼到這邊來 那因為我模組裡面有兩個Function 所以未來我們如果希望怎麼樣 這邊我不要按按鈕 而是插入函數的時候 能夠出現一個類別 只是差別什麼 前面的名稱 之前的都是英文 這個是中文 自己可以寫 當然你以後要寫英文沒關係啦 或是說你如果要讓它比較親切一點的話 你就用個中文 然後他問你第一個問題 你的電信業者在哪裡 你跟他講說在這裡 就給他嘛 門號在哪裡 第二個 墨碼在哪裡 在這裡 他串完之後給你最後的結果 幫你丟過來 你就點兩下就好了 OK 這個叫自定函數 應該可以了解吧 也就是這個 這個函數呢 是完全針對你這個問題量身定做的 OK 就是自定函數 所以以後如果你工作裡面 有很多都是你工作需要的自定函數 那你每天就插入函數 使用定義 自己就可以完成了 你也不用再重新去找 還要下什麼工事 不用 一個蘿蔔一個坑 全部OK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啦 那但是呢 這個自定函數有一個缺點 什麼缺點呢 它有三個問題 變成你要點三次 但是因為它是連續的 所以其實還有另外 我後面還有寫另外一個 什麼呢 就是插入函數有一個叫手機範圍 那什麼叫範圍呢 因為它是連續的 前提是連續的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呢 刷一下就好了 它會出現 你給我電信業者的那些範圍 那我就刷一下這邊 帶過來之後的話 結果按確定 點兩下 更快有沒有 就不用說你要一次要選三個 但未來比如說你有很不只三個 可能連續十個 那你比起不是一直點 一直點要點十個 太累了 你就給它一個範圍 請你把那個範圍選給我 然後我把那個最後串接的結果告訴你 那就有了 有沒有就類似像這樣 所以這個也是手就是 自定函數 只是差別是什麼呢 我們把那個選取 改成用範圍的方式 兩者之間其實 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主要是說 你如果給一個範圍 你要自己幫它切割 因為它來了三個 那你就進來之後 你再去把它切成三個 再分別串接就好了 OK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啦 那怎麼做 所以接下來各位要點心理準備 會稍微難一點點 因為要開始自己寫程式 但是我們要按部就班 所以一 我們先這邊產生一個VBA 二的話呢 我先跟各位講一下 切到Visual Basic裡面 那我先把這個先刪掉了 假設我們要重來 那我們先從什麼呢 先從那個 就是 我要怎麼開始寫VBA呢 首先第一個 在這邊的話 我需要 假設我未來會需要 有一個按鈕叫 輸出門號 那個名稱可以自己訂 那我們可以在上方點選 插入程序 那這個程序的話呢 特別注意 不 取消一下 先取消 因為這個 module 1 是錄製聚集 所以如果我自己寫的 我不要放一期的話 我建議你乾脆在模組 按右鍵 再插入一個模組好了 因為我覺得可以把它分開 比較好 這個module 1是放錄製的 module 2是自己寫的 這樣比較OK啦 不然的話混在一起 感覺好像比較混亂 OK 再來的話呢 我在這個module裡面 要建一個 叫做門號的按鈕好了 以後我那個按鈕叫門號 不過名稱自己可以取 沒有關係 插入程序 那名稱如果叫門號 因為我講義裡面叫門號 那我這邊就輸入一個門號的名稱 好 那特別注意喔 形態選sub 底下都不要改 反正呢 這兩個都不要改 按個確定就好了 它會自己幫你產生一個public 共用的 這個 其實這個暫時不用理會它啦 就有點像 反正我這個寫完 其他的那個 其他的專案也可以存取 就共用的意思 當然你不加也沒關係啦 你會發現這個跟之前 錄製聚集有點像 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個sub sub的話呢 就是副程式 名稱叫門號 後面的話呢 會有個小刮鬍 小刮鬍反正一定要有啦 然後end sub 接下來呢 請你在 這個兩行中間 撰寫一個 按個tab tab tib 為什麼呢 因為 一般程式最好是有階層 如果沒有階層 全部在一起不好閱讀 所以通常要有接 接下來按個tab之後的話 那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要把 這三個的東西 串接完之後放在這一個 那特別注意 第一個你可能要學會 儲存格物件 儲存格物件 怎麼去給它指定 那另外的話呢 我如果要把這三個 串接之後放到這邊的話 程式特別注意 這個要寫前面 這個要寫後面 那怎麼寫 我們先寫sales 特別注意 第一個你要先輸入一個叫sales sales基本上 在VBA裡面 就是指的是儲存格 那儲存格後面 必須跟它講說 哪一個儲存格 刮鬍 刮鬍之後的話呢 你跟它講說 第一個它會貼一個 跳一個什麼 roll index 它會問你說 儲存格嘛 roll的話指的是列 意思是哪一列 我跟它講說 我是第二列 豆點 第二個問題它會跳 出題字 column index column指的是藍 column index 哪一藍呢 藍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輸入5 不過5好像有時候比較麻煩 如果你那個藍數 假如說什麼 比較後面 像u好了 u你要多少 abcdfg 太麻煩了 所以齁 另外一個敘述方法 藍的話 可以直接輸入一個雙引號 再加一個e 再加一個雙引號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我比較習慣這種方式 因為這種方式的話 比較容易閱讀啦 也比較知道哪一藍 不然有些比較後面的藍 你光要算 你就很麻煩 像x是哪一藍 算了 不重要 乾脆就寫一個x就好了 那懂我的意思啦 ok 好 那這邊後括弧一下 意思就是說 我要輸出資料到這個儲存 輸入什麼資料 就是在後面 等於什麼呢 一樣串接 雙引號09 and 這個其實跟那個 之前我們串接方法一模一樣 不過不一樣的地方是 and 之前前後不用空白 但是VBA多一個規則 and 前後要空白 它有點比較像 你在那個 打英文一樣 英文字跟字中間 必須要空白 那and 其實它也把它當一個字 and 只是可以寫成這樣and ok and什麼呢 再把我串這個 串過來 那串過來的話 基本上你這邊叫什麼 sales 第幾列呢 第二列的f藍 ok 其實比較偷懶的方法 我習慣把這個 複製過來 那複製我習慣選舉 就按Ctrl鍵 這樣就過來 把這邊改 改F 這樣子 ok 或者你CtrlC CtrlV也可以吧 這張比較快喔 以後我是建議 如果你要寫程式快一點的話 這樣子喔 選它對不對 然後拖拉過來有沒有 多一個Ctrl鍵 放開 所以以後我程式會這樣 啪啪啪啪啪 刷一刷一刷 很快就出來了喔 所以這招一定要學會 寫程式就很快 ok 但是記得喔 複製完一定要改喔 這個一定要改什麼 改F 好 那當然呢 之前我跟各位講過 你在資料編結打完 你不用從頭打到尾 寫程式也是一樣 你先確定 這邊 Obo OK OK之後呢 再向下 那我們怎麼執行它 之前我們在這邊是打勾嘛 特別注意喔 VBS什麼 上面有什麼 執行 有沒有 差別就是說 之前是打勾 現在是執行 它就會幫我把什麼 把後面這一串的東西 丟到這個儲存格 那這個儲存格 剛好就指它 所以我們看看會不會握殼 來把執行一下 執行 有沒有 911 為什麼911 因為如果都是數字 卻0開頭 它0一定不見 因為它把它當數字 那什麼時候會保留呢 就是後面 我在串and 空一格 and 空一格 一個減的符號 你再去執行 你會發現 0911一減符號 為什麼 因為有一個減的話 它就不把它當成數字了 OK 就不可能是數字了 那再來後面的話 就是把這個 跟這個放到後面 但是呢 我們要刪嘛 那之前我們是用TES 不過特別注意 在那個 VBA裡面 它名稱不叫TES 它換了一個名稱 它的函數名稱 以Sale叫TES 但是在VBA裡面 兩邊的函數 它沒有相通 各自有各自的函數 所以VBA裡面 它叫Format Format 所以用法一樣 只是說呢 這邊你要打一個Format 不過你打的時候 可以打小寫沒關係 你把它移開 如果字沒拼錯 它手字會自動變大寫 刮鬍 那刮鬍之後的話 你要告訴他 你幫我把這個儲存格的資料放進來 所以我一樣 把這個複製過來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G 有沒有 Format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東西 豆點 Format 就是雙一號 000 然後再加一個後刮鬍 應該看懂這意思吧 這樣意思是說 幫我把 這個84的東西 先移到這邊來 並且用Format 格式化成3碼 再幫我跟前面 串接 並且怎麼樣 把這個資料丟到這邊來 看懂這意思 OK 那我們把它執行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 那表示已經離成功約 有沒有 084的 那後面的話呢 當然一樣的道理 怎麼樣呢 這邊 直接到哪裡呢 到減號前面這個and 你再把它複製 到後面去 看得懂這個 懂哪裡嗎 複製到後面 那我一樣 Ctrl鍵按住 這邊把它改成什麼 H 大功告成 執行看看 如果 有沒有 007了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 程式就寫完了 不過字好像太大了 我把它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改成12號字好了 這樣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已經完成這一串了 所以基本上喔 不用死背的喔 用理解的喔 那我們使用VBA裡面的第一個物件喔 就是所謂的Sales 特別注意喔 Sales一定要加S喔 現在同學很奇怪 都容易忘記S 那先列 再藍 所以呢 把後面串完之後 它就丟過來 可是問題來了 我現在喔 只有怎麼樣 做一個 但是其他怎麼辦 好OK 那待會就要用回圈了 為什麼 因為 第二列嘛 一直到101列 那我不可能說 第二列寫一行 然後複製貼 把它改三 改四 那不是要寫 99行乘4嗎 不用那麼辛苦 你用回圈就好了 那怎麼做 待會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那另外如果你怕打錯 講義裡面應該也有 講義裡面的第29頁吧 這邊就有我剛剛寫的 有沒有 插入一個門號 所以我重點回顧一下 一 請你先把那個 模組裡面有沒有 再插入一個模組 如果你上個禮拜的東西還在 你就插入一個新的Module 2 二的話呢 就是插入程序 打一個門號按確定 三就是在打這一串 這一串其實在 在我們的那個 講義29頁也有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特別注意 這些盡量不要死背 用理解的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要熟練 像同學常常會 對Sales不熟 所以常常打錯字 比較常出現錯誤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Sales的那個規則 一定是先列 對在藍 跟我們平常的那個 儲存格概念不太一樣 因為儲存格就是 比如說 哪一個儲存格 叫一式儲存格 在這邊是變成四一 不是一式 剛好顛倒 齊